今天我上楼顶天台呢 稍微齿了一点 这个地盘已经被几个邻居霸占了 他们在那儿宰个宰我了喝啤酒 那我就选择了楼道 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 是一个观众的提问 它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选择 不对美国开放市场而选择了阴战 那么这个 你好你好 第一个 这个话题呢 其实不太好理解 阴战说得很对 因为这次对峙 是美方淘气的 这个是没毛病的 但是如果片面的把它理解为 中国为什么不对美国开放市场 这个好像 跟事实呢 它是有一定差距的 中国一直在对美国开放市场 你好你好 我经常被所谓的这种 争执打断 这种争执呢 它有的时候不是这个直播里面的问题 它是在推上的一些争吵 因为涉及到 它不能直接发生对话 所以呢 我不能在直播中谈论这个问题 最起码这对辩论的另一方是不公正的 虽然我还不断地看到这个推特的一些提示 但是没办法 先压抑 怎么办呢 现在的问题在哪呢 中共一直在对美国开放市场 甚至把国民经济中最关键的 谢谢 国民经济中最关键的一些支柱型产业 也对外企开放 这个其实 你好你好 这个其实呢 不需要我们去研究它 因为我们大家都能切身地感受到 我们开的很多车 它都是外资的品牌 那么我们吃的东西就更不用说了 是吧 从农业上来说 种的粮食的进口 以及这个食用油 都是外资的 相对来说要比较多一点 不是我白 没办法 它这个天台被别人那个抢先霸载了 我就跑到楼道里 楼道里灯很多 三米的位置可能有三个顶灯 所以相当相当白 没办法 我选择了半天 因为楼道呢 老师傅敢当 就说白了 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这个没问题 我对人反正脸肌挺厚的 是没办法 今天就特别白 明天可能又特别黑了 因为明天我就 当那个天台了 它光线不是很足 明天开始呢 我聊一些我比较喜欢的话题 你比如说 我原先就做过预告的 那个中共极有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 那么可能有七八个甚至十个话题 慢慢来 反正这也不急 没有 我不看这些东西 去年出现的时候我就没看 其实呢 我们现在得到的资讯 它有很多是耸人听闻的 那么完了突然冒出来一段 非常神奇的这些视频或者音频 我们普通人没有办法去辨别它 就我们只能啊 看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些公开的资料 那么我们延续今天这个话题 就是说所谓开放市场的问题 其实中共巴不得开放市场 而且很多市场不仅是中国开放的 西方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踏足进来 你比如说金融市场 我以前就谈过这个问题 外国的金融企业 从49年中共建政以后 并不是完全退出了中国 有很多外资的银行 它在中国设立的这种办事处 甚至一些营业点 它是持续保持了这个运作 那么随着改革开放 90年代开始 有很多外资的银行在中国 已经恢复了部分业务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保障 所以这个业务呢 它没有完全的展开 因为人家不太放心 你这个经济能够高速的 持续高速的增长 就它觉得你是有一定的瓶颈的 你比如现在 它就涉及到一个瓶颈期了 那么它现在就担心 我金融领域内 我如果完全进入中国市场 我的风险怎么解决 就这个问题 它其实是解决不了的 那么包括前几年 两年前吧 美国这个贸易办公室提出了一个 中国互联网 对世界开放的这么一个问题 它把它列入到贸易壁垒的 这么一个议题里面去了 那么它提出来 你包括油管 推特 Facebook 在内的25家 全球人气最高的网站 中国屏蔽了8家 这个问题呢 它两年前就提出来过 跟这次美方提出来的8条 就我们讲的每8条 贸易平衡 这个条例 它一共提出来8条 这个8条里面 它其实不涉及到互联网的开放 我们知道 美方第一条 它是要求中共在两年内 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它要求你增加 对美国产品的进口 那么第二条呢 它要求中国 对现在进行补贴的一些产业 进行约束 取消掉一些 容易导致 不正当竞争的 这么一些产物 其中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 2020中国制造 这个问题 中国呢 一直在强调2020 觉得美国这次的 所有的贸易平衡措施里面 它最重要的一套 就是打掉中国 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的这个引擎 那么作为美方来说呢 它让你减少或者取消掉一些补贴一些保护 是为了更加均衡的 让美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 当然他也提到了这个 保护知识产权 这个问题 保护知识产权 目前是做不到的 不是说中国不想做 中国目前 所有三在的这些品牌 它大多数情况下 它都是侵犯了对方的知识产权 不仅是美国的 我们连中国自己的都侵犯 对不对 你费劲巴拉的搞出来一发明 淘宝上三天就有同款 是不是 最好玩的就是前两天 前两天呢 前一个多月 一个月两个月 有人在明镜上接受采访 贴了一小胡子 是吧 连了一个八字胡 是不是 我们就在调笑它 可能是淘宝上买的同款 因为没几天 它的胡子就消失了 是吧 我们知道留一口胡子 很不容易 缩涕就把它剃了 过两天缩涨 它又涨出来了 你以为你是陈兵领啊 对吧 所以不太现实 那么我们看到了很多 美方的要求 其实中国呢 这次是大意的 它完全可以做到的一些呢 它也没做 也没有好好去跟人家谈 它就觉得 它就觉得中国有能力 去对付美国的这次 要求 它把它定义为一种要求 能看到 能看到 包括刚才听我喝酒的一个 我觉得挺好 非常感谢 如果有机会的话 这个是今后的事 先别急 我这连中国酒 中国英文都还没买着呢 是吧 先不谈这些 那么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不断升级 以至于 我们看到了一些 中共在媒体上一些 服软的一些话都出来 但是你没有看到 美国这次针对中国的这些贸易举措 它是没有让步的 人家的目标很明确 人家的步骤 也是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 根本就没想跟你玩什么勾兑 国与国之间呢 大多数情况下的谈判 它是以勾兑为主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 漫天开架 坐地还钱 但是这回呢 有点例外 就很麻烦 所以美国人的几个要求 他觉得这是我们的底线 你必须得这样做 那么你中国即便有一个 广大的市场 但是呢 你现在不规范 我们要求你按照国际规则来行事 所以呢 美国这次是强势谈判 根本就没有想到我退缩 中共所有的应对 它的起源 都是因为它轻敌了 中国当政的这帮人 他们特别以为 自己手上握着的中国市场 我的准入制度 我完全可以制约住 美国的财团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代表 用什么样的 这个贸易团队 来与我进行谈判 你背后总要掂量一下 失去中国市场 对你意味着什么 甚至呢 他还去找了欧洲 我们看到领导人 不停地出访 试图在德国 法国找到突破口 从目前已知的情况上来看 这可能性不大 中国已经开访的市场 相当庞大 中共一直以为 自己能够 按照自己的节奏 慢慢地 放开一些市场 美放开一个环节 他必定有一批勾兑 不管是用红二代 还是用这些亲属的 罪序啊 白手套啊 他会把开放的这些市场 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这是中国 目前当政的权贵集团 他们想做 而美国这次呢 明明确确地 对全世界说出了 说出了他们的要求 当勾兑 已经失去 私下达成 协议的可能 那么这种谈判 就不是 目前的这些 权贵集团 能够解决的 他们的治理并不完备 我们知道 现在当政的这批人 他都是知青 而且呢 他们在 进入政坛以后 一直在勾心斗脚 从来就没有 把学习 把充电 当回事 时不长地找两个教授 跑到中南海 给他们讲讲课 自以为就能提高了 买一个博士文凭 就觉得 他是世界上的顶级政治家 就中国的问题在这 中国历朝历代呢 他这个读书人和官员 他有一个切换 读书人的眼里 最重要的是 子曰 就是孔子说啥 是吧 圣人怎么说 三代怎么治的 那么官员呢 不是 官员眼里只有两个字 叫什么呢 叫造约 就是皇帝的诏书怎么说 我就得怎么做 因为我的官职来源于 上子 中国目前的这个市场开放的问题 其实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中国已经开放的早就过头了 中国开放的东西是绝大多数正常国家 不对外开放的 中国在有关于国民生计的一些 重要的行业中 已经失去了线索 但是他们也闹出过很多效果 你比如说金融 全世界在现代金融这个行业中 没有学会走 就想跑 还试图领跑的 确实很少 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从人民币所谓的国际化以后 以美国为首的 美元霸权的这种计划 它其实对中国的封堵 就已经越发的严格 中国呢 曾经自以为自己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 而且还能保持长久的经济发展 即便全世界发生了经济危机 但是中国呢 可以走出谷底 就中国的历届政府 它一直有这么一个幻想 它以为它是20年代末期 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候的苏年 是吧 不仅不受到干扰 而且借着经济危机 能够大批量的购买到西方 先进的生产技术 买到大批的先进设备 来让自己的经济上台阶 其实它这次呢 是没有可比性的 中国开放了一些市场 没有换回来什么技术 大多数技术 西方还是在捏着手 巴桶结束了以后 出现了一个瓦森纳协定 对中共所有的制裁 它其实一直在延续 只是它没有明确的说出 我要对中国实行制裁 这次的芯片事件 已经开始 对中共宣布 整个国际贸易 随时有可能对你关闭 给你加入 不代表永久性的 对你妥协 跟你说不 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中国不对美国开放市场 我们只能说 这次对所谓的制裁进行 阴战是实实在在的 这个确实是被迫的 而且它经历了一个轮回 从高调的阴战 自己给自己打气 到发现了这个经济数据不正常 完了以后呢 又在跌软 又在求饶 通过一些谈判 通过一些媒体发出明确的信息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不到有什么效果 美国要求的是 长久的 能够进行对中国 越来越大的这个贸易 它现在考虑的 甚至都不是贸易顺差 贸易立场的问题 它要在很多环节 进行直接控制 它非常希望中国政府 有中共能取消 对美国投资的限制 其实呢 西方各国 已经在对中国对外投资 进行限制 那么这种审查 最近几年 逐渐的加剧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已经有很多拒绝中共购买 高新科技 公司股份 那么这些 传闻 都已经被证实 那么我们也知道 这次由美国 这次由美国挑途的对中国的这次制裁 已经导致中国财团 就对外伸出的这些触角 逐步的在收回 你看到一些中国公司 你看到一些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了 但是你如果说 在仔细延伸阅读以下 你会看到中国有大量的公司 在出售 在西方的资产 逐渐的收回外汇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一切 它其实变成了一个 美方在攻击 中方在防守 而且这个趋势 将延续下去 我相信这次的 所谓的贸易战 它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 而是最终 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来保住自己的固有地盘 它现在已经不在国际上试图 换取更大的利益了 至于什么意识形态输出这一类的 几乎已经被放弃了 现在干什么呢 现在他们要稳定国内的政局 稳定国内的市场 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类循环 我们未来会看到很多 中共采取的一些极端的政策 这些应对呢 可能包括宣传上的 就宣传肯定是第一步 宣传上的 你好你好 宣传上的 然后呢 它是涉及到这个房产税 就是如果没有人盖新房了 政府收不到这个土地出上金了 那么怎么办 回过头来收房产税 跟着呢 就是所谓的票证经济 从去年开始 我们已经看到了 中国有一些做法在逐渐紧缩 那么今年 开始宣布了两件事 第一 人民日报要求 大家要准备和过苦日子 物资充裕的年代 已经过去了 第二 不断的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神话 告诉广大的青年 广阔乡村大有作品 是吧 开个扣拉机一年就能挣两个亿 是不是 那这种神话 相当多 所以我们看到 中国未来极有可能 保住大城市 让大城市呢 居住的这些 与政权密切相关的 这些既得利益获得者 相对比较稳定 清除掉不稳定的因素 对外贸易这一块 极有可能收回 小企业的自营进出口权 重新回归到 外贸由国家来统管的 这么一个方式 现在的发改委 极有可能再载回 原来的名称 改成国家计划 进行计划经济 重新实行计划经济的 这个算法 他们一直在谈 对外扩张 跟国外正常交流 自己内部形成 自循环 这几个模式 中共一直是有预案的 他们不会随意地做出一些举动 这完全就是一个田地赛马的故事 求其上而得其中 很多人呢 只看到报纸上 宣传上这些 宣宣扰扰的这些 话题 他没有 踏踏实实地看 中共在实行什么样的政策 就最近出台了一些政策 其实都在向计划经济回流 中国经过了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期 有很多人觉得在互联网时代 你想回到计划经济 已经不太可能了 但是呢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上来看 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只要中共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 他们将必然选择重新关闭国门 因为只有自循怀 才能保障这个政权继续延续下去 他们试图与美方达成协议 试图勉强地维持这个政权在国际上 能够继续混下去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虽然不知道他幕后有什么勾兑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趋势 他不是中国这个政权走向民主了 或者是共产党取消一档专制 喊两句这种口号 开放一下沿路就能解决了 中共非常清楚地知道一点 有许多东西他们是开放不了的 而且呢 不管哪一届政府 他们都有自己与自己经济密切相关的这些财团 在背后支撑着他们的政绩 在帮助他们的家族 攫取全民的这种税收或者说利益 那么你要知道中共的管理团队 他不是铁板一块 上至现任的常委 下至我们日常看到的这些城管 他们每一个层级都在代表着自身的利益 以及他们背后家族的利益 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 是不可能出现 是不可能出现变化 完全地向国际社会开放整个市场 那么他们将保不住 自己已经获得的垄断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 我相信任何一个当政者 他即便做出了决定 也不会得到整个执政团队的配合 说白了 这跟早死没什么区别 所以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 那么他答应不了美方的条件 国际社会的制裁只会越来越加重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邻国 就是俄罗斯已经开始对国际制裁进行反击了 我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 大概是愚人节的时候 我谈过未来普京 习近平和这个三放之间 有可能会结成一个同谋 这类似于一个愚人节笑话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完全放弃这个假抢 因为它极有可能出现 中共要想维持住这个政权 它又答应不了西方的这些要求 它就只能 在关闭国门的同时 寻求国际上相对稳定的支持 那么这个支持呢 它来自于政治 军事 以及能源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中共呢 不会轻易地放手 他们在国际社会上 如果获得不了话语权 他们就会更严苛地 采取一些暴烈的手段 来对待本国人民 相信未来我们会见到一些严寒 正如我们年轻时候读过的诗一样 冬天来了 春天还远了 好了朋友们 再见 祝你们晚安 祝你们晚安 你们晚安 备